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幾月 現在是6月 三個月 6 7 8 9月 他去的時候是3月 他去中常會報告是3月 所以你的意思是 所以他講的3個月 他講的3個月現在是指6月了 他指的是520 520 我們 這樣可以安全過關 對...已經安全過關 但他後面還有 我知道 他言到3年 他說3個月到3年 所以他講的是520 到往後的3年內 有可能開戰 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來看英媒說 如果中國路線不變 英國可能5年內承認台灣 那有可能加速催化 他們想武統台灣的決心 稱美國將會發起台海挑釁 大陸說他們做好準備 到底誰會挑釁 我們也搞不清楚 但是現在兩岸關係很緊繃 那是我們感受得到的 明姐 對 事實上 我們先前有大概分析說 這個目前 今年2020 事實上國際局勢 對於解放軍以武力 來處理台灣問題 其實是最不利的 這個是從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但是我們還是要 他比如說打仗不是理性 對 是感性的 沒錯 就是說 我們在思考這樣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看待 那包含像解放軍 他的這一個 包含他犯台的這一個 軍事能力上面 事實上到今年2020年 也還沒有真的建構好 但是要小心的就是說 北京政權 特別是習近平政權 他們的邏輯思維 不是我們一般民主國家 可以用理性去分析 他們常常做一些這種 所謂的用武力來解決 對內 對外問題 都是不理性的 也過去有很多的一個紀錄看到 都是這一個外界認為說 可能不會動手 但是他動手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提高警覺 但是很重要就是心理上 我們也不要因為這樣 自亂正假 看到三個月 看到三年 自己就這一個有擔心 然後可能就因為這樣子 被他心裡震折到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不擔心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要擔心到睡不著覺就可以了 我們回來看新聞 好 在這兩天 我們看到中國動作頻頻 藍寧劍 山東劍齊現身 中國解放軍搶灘登陸片曝光 他PO這個影片幹嘛 事實上先前一連串 這裡有很多新武器 對 很多嘛 一連串的文攻武克 但是他這一次解放軍海軍 放的這個影片 我們看到他裡頭有一些 等於是他一個 近年來他一個現代化的 一個武器的一個展示 那中間很多的片段 包含從一開始 他有可能是093B的這種潛艦 發射 比如說可能像這個 英級62 英級83的一個潛射型的飛彈 未來可能有英級18 那像他還曝光了這個 最新的055的驅逐艦 這個上萬噸級的這樣的一個 上面有這個很多的 垂直發射系統 我們剛剛看到 他有垂直發射系統 這個影片事實上 我覺得他因為放這樣太快 事實上他沒有辦法達到 讓外界了解的狀況 因為他就把他很多的裝備 一一就是這樣滾動式的 馬上就秀過去 要表示他 但是那時候又不是真的 讓你知道他的國防機密 對 但是問題是這些影片 事實上也都是過去 他陸陸續續在東海 在台海 在南海演習的一些畫面的剪輯 像他這個畫面 這是先前他在南海打的 譬如說他的防空飛彈 海洪旗9B 或者他的英級12 或者英級18這些飛彈 像在畫面上的兼轟7 這是什麼 兼轟7 對 但是問題是 這一個這麼一連串 像這個是陸戰隊 它現在從2萬 要擴變到10萬人 這個是他的726A的這種氣墊船 這個是114的這種八輪甲車 這個應該就是英級這個 62的這種陸基型的反艦飛彈 號稱可以打400公里 這麼多的武器裝備其實無非 就是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要展現他的肌肉 要告訴美國 要告訴美軍 你不要介入台海 第二個當然就是對台灣 進行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威責 讓你發現說我的武器 已經現代化了 我跟以前不一樣 我有能力可以拿下你 但是實際上裡頭包含 譬如說他的山東艦 他的遼寧艦 他故意 譬如懸號17這就是山東艦 各有一架殲15戰機 從這個甲板滑跳升空 問題是說 實際上 他的山東艦 事實上這幾天 的確是有出海 但是他還在做艦載機的驗證訓練 他的飛行員 都還沒有通過這個檢核 他沒有辦法真正形成戰力 那中間譬如說 他裡頭還放了這種 726A的這種氣墊船 你看那個畫面 如果今天真的是要武力犯台 要兩棲登陸 只有三艘氣墊船 在海上 這個兵力夠嗎 而且那個氣墊船大概150噸 大概未來會打造20艘 一艘氣墊船能夠再80個人 然後一輛154的輕型的坦克 這樣的兵力規模夠嗎 你真的我們就了解這種狀況的人 會發現說其實他目前武力犯台的實力 其實還是不足的 但是他就是要做這些動作 告訴你 我會真的動手 要對你做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威責 所以他雖然修了肌肉 但是肌肉裡頭很多是虛的 剛剛這是修肌肉 那這個影片呢 我們來看 央視推了一部 金門炮戰紀錄片 這顯然就是宣示意義了 對 這個1958年的金門炮戰 就是那個古早古早的影片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在央視播 而且還做十集 對 十集 它是一個紀錄片 在央視播的影片 通常都有特殊意義 做中宣部指定 對 有什麼 他要講的 但是我覺得 他用這個所謂的金門炮戰 就我們所謂823炮戰 來做一個政治宣傳 武統台灣 兩岸統一的一個政治宣傳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不太對的 823炮戰 他打輸了 他沒有真正用武力 來這個成功的進犯台灣 不要說進犯台灣 他連金馬都沒拿下 我們看到那時候 1958年那時候 其實在金門大概落下 大概台北二分之一的這個面積 如果軍方的數據是47萬枚炮彈 你用47萬枚炮彈 你還拿不下金門 但是這中間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後來很多歷史學家研究說 毛澤東當時是用炮彈去打金門 沒錯 但是他沒有派兩棲的部隊 要去拿下金門 因為這背後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政治意涵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 毛澤東打到後來兩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 他本來認為這是一個 中國內部的問題 就變成一個國際鬥爭問題 因為美軍就大加了介入 因為金門的這個炮戰的期間 美國那時候本來 在這個台海周邊 兩支航母戰鬥群 後來增加到七支的航母戰鬥群 甚至把屠牛式飛彈12枚 直接運到台南的這個空軍基地 他在沖繩跟關島都準備好 其他的這種空投型的核武 都打算準備要動用了 只剩那時候的這個總統 還沒有下令艾森豪 那他只要一聲令下 事實上這些核武 直接投到中國大陸 東南沿岸 就打起核戰來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事實上毛澤東到後來 越打越覺得不對勁 就是說 我今天把你金馬拿下來 如果沒有辦法和平解放你台澎的話 事實上你的這個台灣跟中國 中間的幾代其實是斷掉的 因為金馬是屬於福建省 我今天把金馬拿下來 卻沒有把台澎拿下來 變成你台灣 事實上是可以獨立的 變成一邊兩國 所以到後來他越打越覺得說 算了這個戰場 只是要教訓蔣軍 最後是用這樣一個聲稱 實際上用這種武力的 所謂的要犯台也好 統一也好 這是一個失敗的戰役 所以他今天拿出來宣傳 對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的確也是這一個方向是錯的 那這樣的一個作用其實很有限 為什麼要播失敗的戰役呢 他也強調他必然統一 對 所以到底失敗的戰役 能夠強調什麼必然統一 我們也搞不清楚 但是在央視做了幾集 做了十集 我們回來看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實質面 這個時候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或者現在情勢緊張 當然拳頭才是最重要 你有多大的拳頭 所以來 美國最近不斷對我們進行軍售 後面陸陸續續還有 要不要飛彈 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台海的安全 我們當然不能記過再說 北京它是可以理性做評估 那我們當然要做萬全的準備 要提高警覺 但是強調就是說 你心理上不要因為這樣 他一動你就投降 不要被他心理規則 但很重要 台灣的防衛當然是要靠近 一連串包含這個Mark 48 包含陸基的這種所謂的魚叉飛彈 那事實上美國國防部這幾天也特別強調 就是說針對台海的情勢 事實上 美國已經有做好的各種的應變措施 包含外界想得到的 包含外界想不到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事實上一連串也來 那來講講想不到的嗎 都在做 想不到的事實上 我都認為 他們都不排除動用核武 特別是川普 因為川普 異於前面歐巴馬政府 他事實上姿態是比較強硬的 我舉一個例子 像他們過去的核武 他的核當量相對 譬如說都是十萬噸起跳 那個核武一放一丟下去 那是大規模的毀滅 但是你看 川普最近 退出很多的國際條約 包含像 我看川普笑笑是有可能 對 然後你看他這一個 什麼開放天空條約 他也退出 然後這IMF中程 反導條約也退出 目的是什麼 當然背後是希望 把中國拉近來談判 但是中國不可能加入的情況之下 他最近已經開始調整他的核武 包含像他的這個 惡害二級的潛艦 最近事實上 影片上這幾天 有一片影片曝光 美國海軍的這個 這個畫面上我們看到 惡害二級的潛艦 他有18艘 那這樣的一個潛艦 滿載他將近一萬八千噸 非常大 他過去是這個 搭載24枚 這個三叉級 2型 D5型的這種 上面帶核彈頭 叫W76的核彈頭 有24枚 這很長 你看他後面很長 好長啊 對不對 他故意浮起來 故意浮起來給你看 這個就是一個 故意浮起來給我們看啊 就是戰略威責的手段 他中間有飾燒已經改了 改成他可以發 對 問一個本位 等一下噴水在幹嘛 他把裡頭的這個空氣循環 氣壓整個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循環 事實上他根本不用上來 核子潛艦 核子彈道潛艦 他一直在下面 他上來兩個情況 一個要嘛就故障 像先前解放軍的094 也是核潛艦 他勾到越南漁船的漁網 被迫上浮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要秀給你看 就是告訴你 我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是刻意上浮 因為這樣的一個 核子彈道潛艦 通常是不會告訴你行蹤的 但是故意浮上來 就是要告訴你 我的核子威責的力量在這裡 上面我剛剛講 除了有14艘 他還是滿載24枚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 可以射程一萬兩千公里 那麼遠的地 這一個射程的 這種三叉級飛彈之外 上面配備的核彈頭 過去是十萬噸核當量起跳 那個丟沒下去 中國好幾個省份都好 但是他現在川普 最近把它降 叫小核當量 低核當量 把它降低 用一種W76這個MOD2 把它降到五千甚至一萬噸 這樣可以做什麼 就是局部性的 可能是在未來的核戰做轉 對 就是未來 如果我真的你台海發生 這種衝突的時候 我用這樣做一個警告手段 我不會大規模把你殺傷 但是會遏制你對台東